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朝鲜 也不是朝鲜去了 我上期谈了朝鲜的噩梦 还没出来 是日本的 日本的 对中国的半导体管制 现在是 丰田警告日本政府 中国一定会强烈报复 所以现在丰田在色色发抖 所以你看中国现在 对日本的施压已经到了极限了 我觉得如果再不好使的话 可能就要动朝鲜这样吧 丰田已经向日本政府发警告了 明确说如果 东京政府方面 进一步限制对中国企业的 芯片制造设备销售和服务 可能会引发中国的经济报复 这个经济报复指的是什么 他也说了 他们与日本的官员私下谈了 说丰田说 中国可能会切断 日本的关键矿物供应 这个矿物供应当然吸毒了 我们还有很多三十多种 掌握在中熟 他说这些矿物 对汽车生产是至关重压 就是丰田车造不出来了 这个警告 其实是在中美科技战 家具的背景下 丰田提出的 就是说丰田已经一艘危机了 所以你理解 美国人除了让日本人在军事挑衅以外 其实科技都一直在干 美国一直在施压日本和荷兰 要求加强对中国出口芯片制造设备的限制 你看他自己不干这事 让日本和荷兰 说白了就是让小弟干 伤也是伤小弟 然后沙利文来跟中国谈 说你别伤我 你弄他去 要不脸不要脸 这就是典型的 尤其是针对东京电子公司 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要求他们不允许向中国出口 美国媒体引的消息说 美国威胁士说 如果东京电子和阿斯麦 继续向中国提供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可能会面临美国的严厉的贸易限制措施 说白了你选边站吧 日本的重要企业之一 丰田是深度参与日本的芯片 整个政策制定过程 丰田警告日本政府要选择了 你是选择要中国这边 还是要美国那边 丰田的立场也迫使日本政府 对出口管制现在要评估了 重新评估 说白了丰田肯定惨了 丰田的担忧不是无极致产 19年的时候 中国将稀土出口配合已经减少40%了 日本完全稀土管控 对日本的出口完全是管控 最后日本电子行业现在是重创 丰田就担心类似情况可能再来一遍 19年就开始了 美国和日本现在正在研究 要确保关键矿物供应问题 要能由美国来保日本 就是说稀土美国给大爆票 我给你供 不用走日本 丰田能说出这话来 说担忧中国断共 就是说美国人 现在日本人也没地 他能不能给攻上 所以日本和美国现在在年底前要达成关于稀土的供应协议 那就是说日本人现在在做抉择 那中国这时候能不施压 肯定是让你做抉择 但是随着美国现在大选临近 包括日本 岸田文雄已经是计划辞职了 就说这个所谓的协议跟谁签 这俩国政府都不靠谱 这肯定是拜登也不选了 岸田也不选了 那你说最后找新领导人签 这个之前的协议还能靠谱吗 现在是非常复杂 所以丰田非常担忧 所以也说这个东西确认也得是等到美国大选和日本选举之后 那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和东京电子公司都没有做表态 就是他在等结果 就是还得等大选出来结果 所以中国现在对日本施压 日本现在按照逻辑 他选出的人肯定是访华的 现在这几个是吧 有一头算一头基本都是访华的 而这个美国呢 美国当然还是原来政策 所以这个事儿看来没得缓 他一定会牺牲利益的 但是丰田公司愿免牺牲利益 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 他就专门负责出口管制了 他也拒绝评论 实际也在等美国大选结果 丰田公司发言人明确说 公司将持续评估 最优的采购方案 要满足科技要求 说白了 人家不想在自己经济利益上受损失 未来车交了 我的市场份额被人抢了 其实对于这个 中方近期已经向日本发出警告了 对于这件事 日本如果进一步的加强 高性能半导体制造设备 对中国的出口管制 那中方将严厉的经济措施予以反制 这是明确说的 什么叫严厉的经济措施 中国高级官员在近期与日本高官会晤中 明确阐述这个立场 那就是说一定要经济报复 丰田肯定是首当其中 日本的丰田汽车已经明确保证了 实际就是它的稀土 未来它拿不到了 拜登政府实际为了缓解日本现在官方这种担忧 今年年底嫌要日本达成这个所谓的稀土共用协议 但日本首相要换人 美国要换总统 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是这么说的 岸田文雄下台不应影响 这个管制谈判 但日本政府现在看 不是这么想 丰田是举足轻重的大企业在日本 也就是说意味着丰田只要有个闪失 你后续的所有的芯片也完 丰田投资台积电日本子公司在日本的雄本 拟建了第二个竞争厂 预计丰田将与台积电合作研发新的制成技术 打造自动驾驶、智能、座舱、芯片 其实就是中国现在华为玩剩的那些东西 日本还没开始 你看拉多少 台湾和日本现在都是low 都是low 中国人都没必要再看日本那些玩 一定程度上实际反映 日本汽车产业希望以此来提振自己的芯片自主性 包括提升长期的国际经济力 实际就还想当起发达国家吗 自己还能在新兴产业 有一席之地 除了丰田日本半导体大厂 叫东京电子 也是现在非常紧张 这个决定就关系它生死 美国一直在想日本 实际美国这个政策是遏制中国半导体增长 一个长期行动一部分 你说他这个Q华为 其实从16年17年开始了 抓孟晚舟开始了 美国现在还没有放弃 看到吗还没有放弃 美国高级官员与日本制定一系列战略 要确保向日本供应吸毒 大家看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自己的虚张声势 中国已经明确说了要反制 就是说这个后果你日本必须要评估 美国进入大选期一切都是未知数 所以日本人现在非常紧张 我觉得我们的施压一定要加强 去年3月31日日本产经省修改外汇和外贸法 配套行政实施条例 就是加强六大类23种高性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 就是日本出口管制芯片高性能设备 然后我们就加强了吸毒管制 看到了吗 我觉得中方已经多次就美国脅迫别国 打压中国半导体已经产明立场 你看这个门够坏的 我觉得目前看 这个美国这个林建已经 万一五法人林建说了 美国的做法实质是为维护自身霸权 实际咱们想这不就在收割日本吗 日本人可能这个智商不够 还是说战略智商不够 这不就在收割你日本吗 他告诉你我能给你供稀土 一旦供不上你可就没缓了 你有什么缓呢 你这个半导体高制成 你就得去美国了 这个东西是肯定不会留在你日本了 那就说日本人未来就彻底被收割了 被谁收割被美国人收割了 中国人当然自己搞自己的 我们不指望日本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指望自己 就时间问题 我们自己研发 那美国人当然也是了 那等于是美国要收割日本 找了一个制裁中国办法来收割日本 这他们还看不明白小日本 这真小啊 跟台湾人一样 脑子就这么大 美国人让你去制裁中国 可他不是 他可不干这事 他是让你的东西 制裁完中国以后你死翘翘 这个东西最后什么 跑回美国去 让他回到美国去 要干这事 这还用算吗 封田 日本还用想吗 动动脑子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栏 con